而中部地區今天雨勢已經明顯減弱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看到陽光 但土石松落造成的災情仍不斷的傳出 例如新竹縣的竹二一鄉道 位在關西鎮與琼陰鄉交界的光明隧道北口 昨天發生土石偏頗 擔塌的意外 目前汽車是無法通行 而苗栗泰安鄉的苗六二縣 主要道路完全中斷 高鐵的苗栗通宵段 邊坡土石滑落 持續搶修 行政院長蘇貞昌下午前往視察 機車穿過泥泞的道路 從坍塌的護網旁涉嫌而過 民眾都覺得心有餘悸 新竹縣逐二十一鄉道 位於關西鎮與琼陵鄉交界的光明隧道 7號下午發生土石邊坡崩塌的意外 連帶完工不久的邊坡防護網 也跟著倒塌 鋼柱甚至呈現九十度彎曲 關西鎮境內的隧道北口 汽車無法通行 因為這個地方常常有沒有 常常都會有沙下來 有沙下來他才做這個嘛 我看這個已經困擾十幾年了 將鋼鬼莊打入邊坡上方 高鐵苗栗通宵段週六上午發生邊坡土石滑落 中午後苗栗至台中雙向暫停行駛 但在工程單位持續搶修下 週日恢復單線雙向行駛 列車刻意緩慢通過高鐵附近節全天班次正常發車 但會耽誤二到五分鐘行車時間 行政院長蘇貞昌下午前往了解狀況 受到連日雨勢影響 苗栗線內多達五十一處道路出現落實攤方 太陽鄉八號停班停客 因為苗六十二線主要道路完全中斷 公管鄉的紅棗產區面積約八十公頃 則是因為雨水太多造成裂果 農民損失慘重 吉祥綿峰彭煥群 新竹苗栗報導